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省这个省那个 省到头发都白了呢 你现在只是市政府小小小小小小的派钱工 没拿钱孝顺我就算了 一回家还当大爷走死了 阿母啊 天气那么热不吹冷气怎么活啊 而且我也有认真准备公务员考试啊 对我们读书人来说就是需要一个良好舒适的读书环境呢 诶 室温超过30度我就会开始头昏脑胀心浮气躁 这叫情绪中毒你知道吗 哎呦 我不管啊 我要吹冷气啊 你说什么 读书 读书人 最好你今年的分数有比你的用电量高了 我跟你说 心尽自然凉 预防中暑也有很多配报的好吗 你看看 你看 你妈帮我就是这样度过夏天的 随时随地解身你的脑 哎呀 我眼睛业障重啊 你在想什么东东了 阿你不是反核吗 政府不是答应你们合一合二要除一了 以后台湾没有核电厂 电什么来都不值得了 你还在那边给我浪费电 哦 还有 说到这个齁 就会想到 有没有 动物星球频道都有在野啊 什么全球暖化啦 海平面上升啊 哎呦 原本不一只只 北跑跑的北骑兄 都找不到食物吃呢 每只都瘦巴巴的 哎呦 看了心都好难过呢 你不要每天只会在那边很用爱发电啊 也要用爱省电啊 来来来来 妈妈这里有几个佩本 首先 早上出门前先把窗帘放下来 可以有效降低室内温度 二 真的要开冷气就把电风扇打开 让冷空气加速流动 就不那么温暖了就可以省电了 不然你干脆给我滚去图书馆念书了你 哦 好像很有道理呢 哦 等一下 不对啊 我在闭考题里面读到 住家用电只占全国用电量的四分之一 台湾超过一半的电是工厂耗掉的耶 这样 就算我每天回家都用爱省电 那些工厂招用浪费电啊 又不一定可以改变北极熊的命运 哎呦 看不出来你真的有在读书呢 啊 好好好好 我在菜市场听说那个胖虎的妈妈认识那个谁 认识那个 哦 小英的表姐啦 你看看 人家现在胖虎就在怎样 就在那里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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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接1999的专线啊 哦 我跟你讲 1999也是有分的齁 在那里接救世不一样 救世比较高级 啊 要不然这样齁 你就打电话去问胖虎 看政府有没有办法救救北极熊 啊 还有啦 还有 那个1999是免费的齁 你就顺便问问胖虎那里还有没有缺 小英的表姐哦 哦 我知道表姐啊 就是最近说如果超时工作太累的话 可以起来散散步 听听音乐那个人嘛 呵呵 人超nice的 哼 我来打 我来打 嗶嗶啵啵啵啵啵啵啵 总统府1999 您好 哎哎哎 胖虎 我大熊啊 哎 问你哦 现在政府不是说要非和家园吗 那台湾以后会不会缺电啊 如果说我很努力省电 可是像鸿海 台数啊 还是每天用那么多电排那么多黑烟 那怎么办 我以后会不会不能吹冷气啊 然后还要每天戴口罩出门 啊 还有 还有那个北极熊 北极熊怎么办 呃 是大熊啊 啊 有啦 政府有在推能源转型 会利用很多闲置的农地 沙滩 海洋 去发展再生能源 像最近我们就打算 征收台糖的农场 盖绿能科学城啊 里面有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然后盖很多智慧住宅 以后住在这边的人 通通通都做低碳运输工具上班了 呵呵ц 真是很环保啦 诶 听起来好像很棒 诶 诶 但是 征收农地好吗 会不会被抗议啊 安安啦 早就听说过了 那一块农地上 什麼都沒有 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望無際的牧草啦 再來就是 什麼寶玉類呢 什麼 環景寺啦 昏胸殃姬啦 東方黃吉林啦 夜陰啦 百富殃姬啦 小雲雀啦 總之就是一個只有鳥的地方 你懂嗎 絕對絕對絕對不會死半隻 北極熊啦 喔真的不會死半隻 北極熊欸 只會死一堆鳥喔 欸 那不過敢說白人的驕傲就死不了 欸如果政府可以叫那些工廠的 用電大戶跟我媽一樣認真的 節能審探的話 阿不就不用去徵收能力做風力發電 或太陽能了嗎 如果可以讓他們改變用電的習慣 這不就是能源轉型了嗎 呃 關於這個問題 欸欸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先接一個插播 喂 胖吳喔 欸 小姑娘 我齁 快被你們那個一立一休氣死了 我找個司機 跑一日遙的行程 阿你們說超過八小時會過勞 開那個貴婦烘培房 你又說我剝削尖叫合作聲 蛤 我是在創造就業機會欸 還要被你們罵 這樣感到 阿為了讓大家知道我們企業家的心酸 害我還要花一堆錢 找媒體做公關 阿現在咧 那些環保團體啦 不要何能 是他們講的 阿來沒發電 他們又說會空污 一下子要課能源稅 一下子推什麼透明足跡 這根本就是民粹 是黃山欸 這還有天理嗎 是是是 我跟你說喔 人為財使啦 鳥為食王 那個勞工會過勞齁齁 是他們自己要增加班費的啦 是 你們齁 如果敢給我加什麼人源稅 就是逼我們這些企業出走啦 阿不是說 我們是民進黨那個心頭最硬的那個金塊嗎 跟 我跟你說不準喔 不可以這樣喔 不可以喔 一定一定一定 我會把你的意見轉達給長官 喂 大雄 關於你的問題呢 我整理小英總統的三點逐字稿 你聽一聽喔 第一 我們好不容易確定了非核家園 接下來是能源轉型 等這麼久 不要毀在最後這一例路 黎明前的夜晚是最黑暗的 你一定要等下去啊 不要缓了前面的努力 第二 关于能源转型窝 有时候你走得太快 老板们会跑得更快 你的生命不能等待 但你也要为其他的人的未来想一想 是不是 第三 不管是一例一休 婚姻平权 还是传统领域 很多事情不是今天踏出这一步就走到了 踢条横掌的路 越到后面就越难走 以上 你懂了吗 Do you understand 简单讲啦 就是请大家自立自强 我谢谢您的来电啊 喂 喂胖虎 怎么办啊 我怎么有听没有懂 我需要翻译面包啦 小鸡蛋 小鸡蛋 你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救北极熊 还有那些鸟 而且还可以吹冷气 还不用戴口罩吗 关于能源的问题 问我就对了 升幅号电怪物宝贝球 这里有三种不同的宝贝球 用来解决不同类型的能源浪费 首先这颗是民生用电专用 哦 这颗这颗我熟我熟 民生用电的我知道 像那个叶大熊 平常在家冷气开太巧 那么冷 还有那个晚上睡觉 电脑都不关 都不关 干嘛呢 都会产生很多耗能怪兽呢 用这颗就对了 用这颗就对了 噓 噢 这个商业用电我也知道 像我们每次啊 跟你去逛大卖场 电影院 里面的冷气都冷到像太平间 还有很多商家 开冷气的时候 大门根本都不关的好吗 这也会造成浪费 至于我们的工业用电大户 因为工业用电补贴政策 让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钱购买电力 所以企业主都没有在省电 这颗最厉害的宝贝球 就是要叫政府客能源税 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这样老板才会更新老旧的设备来省电 你啦你啦 就在讲你啦 还不过来 你们干嘛什么事情都要跟政府抗扬 自己去跟企业说 但是今天台下有这么多人在看 为了小英总统的明亮 哎呀好讨厌的感觉哦 哇北极湘有救了 鸟有救了 而且还可以继续吹冷气 我终于懂了 一意爱注意省电就是发电 潜能就是转型 一起收服耗电怪兽吧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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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